大家好,我是坦哥 这期视频紧接上一期 重看玲珑第二集 榨干所有细节 来看看异画隔天 给我们挖了多大的坑 第二集一开始 为我们展示的是灯塔的一个生态环境 这里刻画是比较细致的 不过有很多up主都讲过 我就不深入了 但是这里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马克队长在成名和上名心中 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里群众欢呼 其实也是在位中章 及之后的第二集灯塔的改革与起义进行铺垫 12集里代理城主查尔斯 答应染兵将马克远行 原因也在这 马克在群众的心中太过重要了 那么将变成怪物的马克展现在群众面前 那么对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然而最终造成的影响 或许与查尔斯想的恰恰相反 从封面后 想看孩子一眼的上名 再到被压迫的4068 包括12集幻心脏的上名 灵笼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铺垫 中章马克的远行 绝对会引发巨大的冲突 特别是12集里 猎荒者队伍的冲突 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型的变革 一画隔天是真的戏啊 现在看来 每一个镜头都为之后的剧情进行了铺垫 建议弹幕把戏打在公屏上 好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马克将压缩饼干丢给成名 这些小细节 说明他被爱戴那是必然的 查尔斯太过高高在上 作为猎荒者的马克则更为亲民 不过这里的蟑螂食物 倒是末日世界的标配了 查尔斯出场 身后跟着几个光影高层 看他们的台词 三句不离会守大人 如果是真的信徒 那么信奉的是光影教主 整个光影教会 除了最底层的信徒外 除了贺光者和大狗 应该全部都是墙头层 一旦爆发冲突 或者威胁到生命 估计会马上叛逃 从这么多集里 光影教会的行为也能看得出 群众对他们有大量的不满 那么马克远行 绝对会成为一个导火索 引爆整个灯塔 冉冰交给马克的 是科里的身体信息 这里被判定没有治疗必要 但是马克给他输血后 身体却有了好转 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重新看回最初的几集 是不是对剧情 也有更深的理解了 下个镜头 赫光者当然来了 这个侧面镜头 和大狗一样的仪器 并且管道连接身体 我上期视频有讲过了 他有大狗 应该是身体有缺陷 或者重伤 被查尔斯 以光影会守的名义救治 所以才对查尔斯如此忠心 马克与大狗打斗时 打破了大狗面部呼吸器 呼吸器损坏后 大狗毫无反抗能力 那么这个问题也基本是锤 4068被打时 莫成帮助他 随后马克等烈荒者 与光影对峙 身边成名的眼神是害怕 而烈荒者则是直视 民众对光影教会早已不满 近男来时面带笑容 瞟了一眼光影教会 瞬间黑脸 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契机 而摩根城主 早就有将光影教会 架空甚至解散的意思 为什么 我们先把时间线推到第三集 摩根宣布马克成为城主 并且会告知一切真相 而马克对教会不满 记住这个信息 摩根要将教会也交给马克 因为他很清楚 马克与教会并不对味 让查尔斯卸任 其实说白了 就是准备将教会解散或者架空 只是没想到孩子的野心如此巨大 等第四季解析 这里我再继续深入 我们先重新回到第二集 染病与马克去参加会议 湖京的电磁炮发射平台 用于攻击君王级射击兽 这也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词语 插播一条 想要更多了解君王级的 众人的尸体是否带回 估计有缅怀的意思 也有用来做空中农场的肥料的意思吧 随后老教官说的 供子而叫的军事训练 那么到底怎么样我们都清楚 如果没有马克 地面采集者猎皇者必团灭 除开主角众人外 没有任何的作战素养 而且世界兽体型这么大 在飞船内部都畅通无阻 众力体完全可以从采集小的一起 如果这个问题在最后的几集得到了改善 战斗素养明显有了很大提高 至于繁育任务我就不多说了 相信各位繁育标兵要比我懂得多 这个会议仔细看众人的表情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查尔斯的智商 难道不清楚再多的各位 把他当成傻子吗 但他依然愿意玩这个独角戏 陈主可以得知一切 他忍辱负重就是为了当这个陈主 仅仅是为了得到父亲的关注吗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之后就是马克的回忆 人类的热物器无法破防尸体兽 这里可以看到被子弹磨破皮 但是马克变成怪物之后 他的皮肤是可以被子弹破防的 而且不存在擦破的情况 也就是说马克的身体变成怪物 在防御上 是目前也无法与最低级的世界兽相比 当然主角嘛 必然会继续进化 这里颗里被扑倒在4068面前 但是4068没有选择拿起枪 而进入重力体自保 这也没什么问题 普通人在面对这种情况 优先还是要自保 但是颗里被世界兽吸取生命原制 被拒回灯塔后 第一时间也没有死亡 结合我上一期的解析 对别那些肉土 我相信你已经有了答案 总体来说 第二期的主要作用 首先是引出观影教会与人民的冲突 为之后的改革 或者解散埋下伏笔 第二就是将马克的身世 从血液上紧引了透露 也将被吸收生命原制 并临死亡的颗粒 与第一集 瞬间死亡的肉土 有了无形的对比 看来第二集的内容 早在前两集 就已经进行了很大的暗示 这期视频播放破罢 马上更新 不破也更 没有素质三联 请发发弹幕 或者点一个美费的赞吧 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们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是坦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